探索源头古村寻觅南西江上榨蒙州 在浙江温州的永家县 有一个古朴宁静的网红村落 严谈着源头村 10月 源头村二世与母隔桑花海 已然进入了盛开期 娇嫩的花朵不为寒风 在初冬的暖阳里摇曳生香 漫步其中仿佛置身一片梦幻花海 远处南西江贯穿源头村 在蓝天的衬托下 源头村古朴而宁静 村畔西水绿的诱人 清澈见底 村落名房沿江而建 黑瓦白墙错落有致 极度白墙上的水墨画 远远望去甚为清秀 源头花漫处 怕是问青州落成了石井 要说起源头村这个名字的由来 则离不开南西江上的榨蒙州 以前 山里源在江上撑起榨蒙州 把土特产运送到城里 把城里的生活必须品带回到山里 把亲朋过游再到家里 而源头村正是泽蒙州的起航点 而今的源头村 把已消失30多年的泽蒙州及航道复原 打造了南西江上独具乡土气息的旅游项目 源头村是千年泽蒙州的第一步 也是永家传工文化复活的重要节点 南西古运乡村振兴式饭带 也从源头村开始 蜿蜒19公里 小小泽蒙州沿水路串联起14个村居 行舟悠悠 水长而美 直恐双西泽蒙州再不动许多愁 李清照的诗意穿越千年 依然在三百里南西间流淌着 从码头上岸便是源头村的特色文化街区 这里聚集着馄饨铺 卖饼店等小吃店 网红店老梅馄饨铺 位于村内巷子深处 村民说 节假日的时候 这家店人几人最多一天可卖出六百来晚 除此之外 还有小嫂卖饼 表省粽子等小吃店 与左岸兰亭 一颗峰 园来小院 园头周末等民宿 村里石板路 水泥路都清清爽爽 村头屋后 三两株桃树 四五块僵石 轻轻捕捉 行走在园头村 美丽乡村景象扑面而来 村里 有供游客歇息的亭子 村里的主要道路上 还看到休闲的椅子和庭院 一些房屋的墙面上 已经画上了彩色的绘画 村里已经有了智能垃圾分类回收平台 随处可见的带有香土气息的建筑造型 源头村还大力发展电商产业 开展来了线上渠道销售农产品 素面 笋干 菜干 甚至新鲜的鸡蛋 番薯都很畅销 村民们请了镇里干部站台 包上镇长推荐的牌子 谁也不好意思一次充好给镇长脸上抹黑 去年 受疫情影响 村里的农产品一度滞销 村之书陈小静 村民带着村里娘子君直播带货 为源头村的开拓了全新的上路 今年清明到端午期间 源头村的表省粽子卖出5万多个 65岁的毛每月 这辈子都没想过 自己包的粽子能卖到全国各地 这里的村民把原本平淡如水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幸福又精彩 村中风气好 很少吵架 对客人很有礼貌 闻名尽上未然成风 美丽的自然风光 交融日和谐的人文景观 流淌在南西江里的失忆正慢慢兴望在市井里